今天我们听到赵州禅师跟他的徒弟 在比跟谁比较贱 这个禅门里面的师父老师跟弟子之间 是很有别有风味的一种传教教学方法 那么因此呢 所以我们知道学禅的人一定要去找一个老师 因为禅宗是很注重师承传承的 那徒弟呢要去找师父 找一位老师 可是老师要不要说这个徒弟又是一回事 那么现在我们请大师给我们说一说 关于禅门里面巡师访道这方面的事情 陈门非常重视 准时重道 你看弹幕祖师 为了重发给二组会客 二组会客表示成绩 你在大学里面 大学够膝盖 最后他把帮子度下来 供养 清老师开始 六祖惠能大师 对了从广东到湖北黄梅 去请进五祖 红人大师 你看 那是青山万岁 那个人要走那么多远的 要去寻道啊 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 叫做走江湖啊 这个走江湖 江湖两个字 是出于城门的故事啊 那个时候江西 唐朝的江西 马祖道义城市 城峰很高 另外在湖南的 石头西庆城市 城门也很高 所以那时候一些 请林小子啊 不是到江西的 这个马祖道义那里 就是到湖南石头那里 所以这个江西湖南 江湖走来走去 那个时候叫做走江湖啊 所以我是一个叫做的 现在的佛教徒啊 不要自立门牌 自我习先 我的寺庙是哪个 我的死亡是哪个 其实佛教里面 身材同志 我是三餐啊 过去造走城市 造走巴塞游行旧啊 只为行头 未巧然 心里不明笨啊 这个 既自归来 五一世啊 大人秦三万岁了 十字孔非朝前去呢 他又会觉得啊 原来 岛不在云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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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情就有啊 有一首基于啊 福在灵散 万云求 灵散就在如行头 仍然有够灵散太阳 好想灵散太下行 这个样子看起来 我们又要 为什么要寻死防盗呢 其实 寻死防盗也要紧 自己的内心的 这个自物 更要遭到 感谢观看